杰城杰贤和女友住在一起,每天相亲相爱,小日子过得挺不错。 有一天杰城正在做晚餐,这时有人敲门,女友跑去开门,进门的是女友的漂亮姐姐,奎斯。 这部作品的番号是SSIS300。 姐姐的到来让女友感到很惊讶,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,感到更惊讶的是杰城。 他都不知道女友还有一个漂亮的姐姐。 奎斯是下班喝酒之后来的,一身的酒味,看到妹妹的男友,居然主动拥抱,还表示自己听说妹妹有男友了,因为担心才来看看的,说完自己就走进去了。 奎斯时不时地接触杰城,搞得女友很紧张,杰城出于礼貌,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餐。 杰城与女友交往两年了,他们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,杰城和女友准备以后在东京发展。 吃完饭之后,奎斯想在这里住一晚,明天直接去上班,睡沙发也可以。 在奎斯的请求下,妹妹不太情愿地同意了。 第二天,奎斯懒床,不愿起来,女友有事,必须要出门几天,而杰城要出去打工,他嘱咐奎斯几句就走了。 傍晚杰城回到家,发现钥匙在桌子上,他觉得很奇怪。 这时奎斯围着毛巾从后面走出来,杰城吓了一跳。 奎斯说他刚刚睡醒,借用了一下浴室,但是没有衣服可以换。 杰城让他换上女友的衣服,然后去做晚餐了。 奎斯换完出来,突然开始亲密接触杰城,在熟练的刺激之下,帐篷已经搭起,杰城沦陷了。 事后,他还表示和奎斯接触更舒服。 不过他也很愧疚,觉得对不起女友,然而奎斯却还没有满足,他认为反正要瞒这妹妹,不如继续接触。 杰城完全不是对手,然后又沦陷了。 很快就来到早上,杰城睡过头,耽误了打工,奎斯看准机会,又和他接触,整整一天都在接触。 终于女友要回来了,奎斯也准备回去,经过这几天的相处,杰城有点舍不得奎斯。 最后杰城主动要求再来一次接触,奎斯很开心,满足了他的要求。 然而女友回来,她们就会终止联系吗? 答案是,不会,她们依然保持这种关系,当然这是对女友保密的。 奎斯成功诠释了一位火热的漂亮大姐姐,而杰城杰显表现出男主左右为男的窘境也不错。 大家觉得这部作品中奎斯的演出怎么样呢?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,另外也不要忘记订阅本频道,同时开启小铃铛,及时观看最新影片。 再见